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附近还有一家比较大的超市 我们觉得性价比非常不错 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右边这里就是我们的公寓了 首先一进门这边是洗手间 然后里面是淋浴间 其实不是很窄的位置也都够用了 这里是厨房 锅碗瓢盆 咖啡机呀 烧水壶呀 一应俱全 然后我餐桌弄一个简单的早餐 坐在这里吃早餐还不足够的 这里是客厅 有电视 有一张小沙发 现在我们打开杂物店的门看 有起义机呀 玉米板什么的 然后这里有很多杂物的 就是卧室啦 地方足够宽敞 房东还提供了一次性拖鞋 这是我们在意大利住了这么久 第一次有提供一次性拖鞋的地方 最后就是这个小沙发 窗外有晾衣绳可以晾衣服 我们现在搭船去彩虹岛 听说它里面的建筑是五眼绿色的 那我们现在去那儿签头 那 我们去那儿逛一逛jes 我们现在坐在到此山 shores 现在上船了 我们已经登岛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被称为玻璃岛的穆拉洛岛 这里的玻璃制品是非常出名的 但如果你不买玻璃制品 就可以选择性不来这里 我们一起去拐拐 类似这些就是玻璃制品的工厂 有展示玻璃制品 从它消制到制成成品 都有展览的 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就是这里的特色 这里除了玻璃制品之外 其实它的环境都算不错 如果在威尼斯主岛 走多了觉得无聊 都可以过来这里逛一逛 这里的游客相对来说 没有主岛那么多人 更加不会有团客 走一走都算挺舒服 这个标志 难道这家工厂是在1845年开的? 超级久了 是很开心的 是很开心的 但是它是很开心的 在路上这个环境吃饭 真的舒服 在意大利餐廳的桌椅通常都是擺出空曠的地方 也都不会有这个战道之类的问题 城管也都不会触碰它们 这里真的有很多玻璃制品 每间店都是买玻璃制品 这里就是莫拉洛岛的玻璃博物馆 可以看到门票是10欧一个人 而且还要限时段时间 我们就不打算进去了 这个中塔看起来非常有年代感 刚才吃完饭出来 在意大利吃饭真的不容易 很容易就不知为啥 我们刚才那间餐厅都算不错 算是我们来意大利其中一家 值得挺好的餐厅 这里出名的是意大战面 非常值得推置 哇 很多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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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岛果然是除了主岛之外 最富盛名的一个岛 特别报告特别报告 发现欧洲人都有人在这里躺平 经历了三十分钟的船 我们终于来到我们的目的地了 布拉洛岛 即是彩虹岛 它这里之所以叫彩虹岛 就是因为他们这里的屋 全部都是游上七彩的颜色 我们一会去惯一惯 看看他们的屋究竟是游了多少种颜色 嗨 大家好 我们现在到彩虹岛了 彩虹岛最富民的就是它的各个房子都刷成不同的颜色 像彩虹一样 但是呢 现实中看到的颜色没有各个博主的那么鲜艳了 估计也是打了很厚的滤镜 但是我反而更喜欢旧房子的这种斑驳感 这里呢 就很明显看到 这里的屋全部都是游上了五颜六色的颜色的 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 就是彩虹岛的有名场景了 这些屋是五颜六色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对于这里的屋游成五颜六色呢 我就不知道它是传统意义上就是这样的 还是是它之后为了吸引优客过来才游成这样的呢 因为游成五颜六色的屋呢 都挺美的 有些人说这里的屋就不够彩 但是如果是深粉的呢 就像这间屋那样 非常之深正 颜色也都很鲜艳 嗯 这间屋呢 这间屋四围呢 都很多人在这里拍照 现在走光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整个屋都是桃鸭呢 走近点看看这些桃鸭 看样子就好像都是手距的 那画得都算不错 我们仔细看看 差不多逛完彩虹岛了 你感觉这个彩虹岛怎么样 我觉得彩虹岛挺好的 虽然不大 但是逛的挺舒服的 然后有时间的话 可以坐在河边这样子的小店里 喝一杯东西 吹吹风 是挺休闲的 我是感觉彩虹岛跟玻璃岛 算是威尼斯外岛之外 比较值得逛的两个小岛了 所以希望有些人在我们来 相对于曹炒永激的威尼斯主岛 彩虹岛已经算是人应稀少 可以隨意走見去時 享受一下威尼斯的海風 採用倒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辛苦地回來了聖馬喔廣場 現在準備上到了聖馬熊廣場那一個鐘樓 聽說上到中樓上可以看到威尼斯的全景 排隊上電梯 這個中樓上可以用電梯上去 我們坐電梯上來了 威尼斯真的有錢 居然可以在中樓上安裝電梯 上下終於不用爬上爬下 上到上面的景色就是這樣 今天不知道看不看到日落 從這邊看過就是這樣 下面就是聖馬河廣場 在這裡就可以看到聖馬河大教堂的頂 那我最後總結一下 很多人對威尼斯是包貶不一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威尼斯的確有它的獨特性 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個類似的水上城市 而對於威尼斯的環境 人民 風乾 我個人覺得都不錯 威尼斯的缺點就是人多 真的相當之多遊客 而物價也是非常貴 但是環境乾淨程度 我算是滿意的 沒有傳語中說得那麼不坑 總體來說我覺得威尼斯是符合我的預期 值得一來 阿誠 阿誠